醒目一拍啊,咱们是要开新书 每次开新书我都有点忐忑 为什么呢?不知道您爱听不爱听 不过这次还好啊 咱们这个两段书啊,它有点联系 您听起来啊,在衔接上就不会太生意 哎,严格的说呀,咱们也不算开新书 咱们前一份讲的12集是活佛准事 其实就是咱们这个准盖尔韩国系列当中的一支 那现在的准盖尔韩国呀 那形势趋于稳定 草原孤狼大喊噶尔丹 招募多大战兵败之后 一口窝心气就死在了草原 实际上啊,他早就被驱逐出了首都伊犁河谷 那谁把他驱逐的呢? 他的侄子侧望阿拉布坦 虽然这侧望阿拉布坦占据了伊犁河谷 但是啊,只要有噶尔丹一天在 他就不敢撑寒 这下好了,六叔死了 所以这侧望阿拉布坦啊 才正式坐上了准盖尔韩国大汗的位置 可是这会儿啊,也感觉着藏区比较动荡 因为苍结家措隐瞒武士达赖原季的这件事 所以啊,康熙皇帝龙颜大怒 同时呢,又册封了三位活佛 我们前文书说过了 哲不尽丹巴张家活佛以及正式册封了班禅俄尔德尼 这各管一片教区啊,这达赖的权力自然就小了 所以说即便呢,有他叔叔的好机友 桑洁家措,鼎力的支持他 他也没能从达赖喇嘛那儿获得这个大汗的封号 只得到了一枚一等太极的铁印 太极就太极吧 虽然呢,不是大汗 但是谁也否认不了 策望阿拉布坦现在是准备韩国的真正意义的当家人 按说呀,咱们既然要是讲策望阿拉布坦 就得捡好的来 先说说策望阿拉布坦 做了大汗以后是如何发展经济的 又是如何发展军事组建了自己的炮队 对外抗击了沙俄的侵略 可是咱不这么讲 咱们得和前文书活佛转世介绍 咱们之后要讲的这段故事啊 它既不发生在准备韩国 它的主人公也不是准备韩国的人 那有好朋友就问了 那你不是跑题了吗 没跑题 这故事啊 起因就是从准备韩国开始 然后还要回落在准备韩国的身上 那既然这策望阿拉布坦是准备韩国的头子 那必然和他有关 得嘞 闲言构开呀 咱们书归正传 咱们从那儿讲嘛 还得从这达赖喇嘛 给策望阿拉布坦的这枚铁印开始讲起 这是一枚一等太极的铁印 这策望阿拉布坦拿着这枚铁印 这气呀 就别提了 我六叔 六叔 杭尔丹是准备韩国的头人 那现在我也是 那凭什么就能策封他为大汗 我就不是呢 思来想去呀 哎 他找着原因了 首先他六叔 杭尔丹呢 是活佛出身 引咱糊涂喝涂转世 那这事咱们前边说的够不够的了 其次啊 人家老师是五世达赖喇嘛 策望阿拉布坦觉着 他的六叔之所以能成为大汗 那是因为呀 和这个喇嘛教关系密切 自己显然没有这个优越条件 那怎么办呢 想冰吃的时候啊 天上下了胖子了 正在瞌睡就有人给送来的枕头 那什么事情发生了呢 青海西藏就发生了六世达赖之乱 控制青海西藏的是荷说特韩国 和瘦特韩国的拉藏汉 把六世达赖苍阳家措拉下了马 然后立了自己的私生子 阿望伊西家措为六世达赖 这一下子拉藏汉呢 在藏传佛教地区的地位可就升起来了 可是他这种做法 青海的和瘦特部王公是极度不满 并且呀 拉萨的三大寺 包括在日喀泽的扎实伦布寺 所有的僧团高僧也是不认可的 咱们前文书交代过 康熙皇帝并不一定是昏庸 他是迫于无奈呀 他倒承认了这个阿望伊西家措的六世达赖身份 可是啊 人家青海的和瘦特部诸王公不满意 拉萨的三大寺不满意 在众王公的支持下 三大寺的喇嘛高僧啊 就寻找起六世活佛苍阳家措的转世灵童了 就在西藏的礼塘地区 寻找到了六世达赖转世灵童 叫做格桑家措 那即便找到了转世灵童 但是拉藏寒呢 在拉萨有一定的影响力 根本就不敢把这位灵童啊 送到拉萨 送到哪了呢 送到了青海的塔尔寺当中 这些环节您肯定不陌生 这就是咱们前文书讲的六世达赖之乱 现在这会儿啊 在青藏高原上就出现了三位六世达赖 已经元祭的苍阳家措 还有呢 他的转世灵童六世转世灵童格桑家措 还有就是拉藏寒策里的这个阿旺伊西家措 这头乱不乱的咱们先按下布表 这事里边谁看出便宜来了 远在墨西蒙古的大汗 测望阿拉布坦 觉得这是个机会呀 那这是个什么机会呢 这是拉近测望阿拉布坦 与藏传佛教之间关系的机会 他心里想的是一举两得 第一 拍一只偏师去青海 迅速的拿下六世达赖的 转世灵童格桑家措 同时一只禁旅杀奔西藏 到拉萨勤获这个伪六世达赖阿旺伊西家措 除掉这个拉藏寒以后啊 对僧团以及信众表示啊 我这么做完全是为了护教 再把这六世达赖的转世灵童格桑家措 由整个二韩国的军队护送进藏 替渡授接坐床 我就有了护教之功 第一啊 我就先控制住了达赖 第二呢 这青海那片地盘不好说 可是这西藏地区就是我的了 当我控制住达赖之后啊 还别说让他册封我一大寒了 册封我个金轮法王 那也是我说了算 逐一打好了之后 这侧王阿拉布团一拍大腿 是立即发兵 挑了三百勇士 是直奔塔尔寺 要的就是闪电战 他想啊 那塔尔寺那全是和尚 有三百蒙古骑兵 这事啊全办了 然后又命令自己的心腹 大侧领敦多布 率领六千骑兵 直取拉萨 那咱们一张嘴啊 说不了两头书 咱们先说这三百骑兵 这三百骑兵怎么走呢 出了伊犁河谷啊 大概就和现在啊 这个从青海进新疆的路线差不多 走这个乌鲁木齐 屠鲁番 经巴里昆 就摸向了青海的塔尔寺 那想的呀是不错 也对 这庙里的和尚啊 可能是没有什么能力 抵抗你这三百骑兵 但是他路上还有清军呢 这队人呢还没到达西宁呢 就被驻守在河西走廊的清军呢 哎给全部消灭了 这凑往阿拉布坦呢 也得到消息了 他琢磨着要是这样的话呀 那只有孤注一掷了 把宝啊全压在大侧领敦多布的身上 为了保险起见呀 他还得编一套说辞 那什么说辞呢 这由头倒是现实的 他派人呢 到这个和苏特韩国去散布这么一个言论 并且呀正式的通知了拉桑涵 他说呀 我要派一支骑兵 把这个俄妇和我的女儿啊 保护着送到藏区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就在不久以前呢 这拉桑涵的长子 嘎尔丹丹中 到了伊林河谷 迎娶了策望阿拉布坦的女儿 这位女儿的名字呀 您得记住了 因为后边啊 这人物虽然没有什么故事 但是这人物很关键 这女儿的名字呀 叫做伯托克罗克 这两人完婚之后啊 就一直住在伊犁河谷 没有回拉萨 这回呢 这侧望阿拉布坦呢 就借助把这女儿女婿 送回拉萨的名义 让这个大军突袭进葬 这么一来呢 在边境上就不会受到 和苏特韩国的阻挠 即便这样的路也不好走 先得呀 从这伊犁河谷出发 翻过夏特古道 到达南疆 从南疆捋着沙漠的边上啊 再翻过昆仑山 无数的打板崖口 还得穿过荒芜人烟的 枪塘无人区 这才进入西藏的腹地 还别说那会儿了 现在您也经常听说 有的那个旅行爱好者 无论是开车 骑车 骑摩托车 徒步的 就死在枪塘无人区 阿里大环线上 就因为是路途艰险呢 这准干儿 韩国这六千骑兵 广在路上就损失大半 那现在呀 那大军已经进入到 这个西藏的腹地了 正是阿里地区吗 那就没有 河收特部的官员 察觉此事吗 当然有啊 驻守在这 人有地方官 阿里地方的嘎伦呢 是拉藏汗的女婿 叫康基奈 他也早就听说了 这小舅子呀 和这个弟媳妇 要从那个伊林河谷 回到拉萨 可是他一看呢 不对劲 跟着回来的准干儿 韩国的军队呀 不像是卫队 亏名甲量的 拉着自重啊 倒像是一支远征军 他没有能力抵抗 但是他得赶紧 报告拉藏汗呢 于是啊 派出一只快马 就来到拉萨 告诉了拉藏汗 这拉藏汗呢 听完此事之后 也先是心里一惊 可是他再一想啊 他又觉得呀 不能 绝对不能 那我是赐瓦拉布坦的 小舅子呀 那我亲姐姐 是他的正附近 如果他真要有 入侵西藏的这个动向 那我姐姐 能不派人先告诉我一声吗 再有了 现在我们俩又是亲家 这姑舅亲亲上亲 是打断了骨头连着筋 他能害我吗 于是啊 就打不走了 自己的女婿 康基奈派的这个信使 让他回去告诉女婿 好好的迎接款贷 别着急 人家就是来送亲的 这么一来算是大开门户 这准戈尔军队呀 直接就来到了拉萨城下 这拉藏汗呢 一看这群准戈尔人呢 心里这个美就别提了 瞧瞧 我这亲家 我这姐夫 给我送的这份大礼 这份陪价呀 别提了 那是什么原因 让他有这误会了呢 您看呢 这准戈尔韩国发兵六千 可是在头出发之前 这侧往阿拉布坦呢 就知道路途凶险 所以给这支部队的装备呀 那是相当的丰厚 平均呢 每人四匹马 两封骆驼 一只羊 而且呀 这士兵身上还都揣着不少的银钱 因为呀 这路途凶险呢 高反 捡员是不少 可是这些牲畜还在 也不能就扔在路上啊 这拉藏韩误会了 以为这些牲畜啊 都是他亲家 侧往阿拉布坦 送给他的呢 这大侧陵 敦多不我 先是把大军就扎在了拉萨河派 做的第一件事啊 倒不是和这拉藏韩多亲多近 他先联系了拉萨的三大寺 就是色拉 折磅 甘丹寺 跟这些高僧说呀 我们来就是为了护教的 你们都不承认 拉藏韩立的这位六世达赖 阿旺 一息家措 我们知道吧 你们在这塔尔寺 已经寻访好了 这六世达赖的转世灵童 就是格桑加措 我们这回来 就是要除掉拉藏韩 以及他立的这位伪六世达赖 然后把这格桑加措 迎请回拉萨坐床 他这么一说呀 立刻就受到了 三大寺僧人的响应 三大寺的僧人 竟然号召自己的信众 去加入准战尔韩国的军队 这么一来呀 这拉藏韩可就警觉了 赶紧就找到了铸葬大臣 商议这件事情怎么办 就在他乡热锅上的蚂蚁 团团转的时候 这准个二人可动手了 咱们不止一次的说过 这藏族军队的战斗力啊 实在就是耳耳 哪能抵挡过凶狠的蒙古骑兵啊 很快这拉藏韩呢 和自己的一些手下就被逼到了藏王宫 这藏王宫很快失手 又跑到了布达拉宫 他本来以为呀 这群蒙古人呢 是有信仰的 不会呀 攻击布达拉宫 没想到准战尔人呢 刚攻到半身一样 就动用了火箭 眼看着布达拉宫危在旦夕呀 这拉藏韩一看呢 那接着跑吧 开后门往外跑 这马还不盯视了 一下子连人带马就掉进了壕沟当中 准戈尔士兵碾杀而上 看见拉藏韩躺在壕沟里 就一通乱箭 结果呀 挺着的拉藏韩 就被射死在布达拉宫后门的红沟里 直到咽气这拉藏韩 也没叛来清朝的援军 那愿大清朝吗 也不愿 边长莫及实在是太远了 那么说这仗就这么简单的打完了吗 其实啊 这期间还有很多的细节 拉藏韩也试图请这格鲁派的教主 有人说是达赖还是班禅呢 哎 既不是达赖也不是班禅 听过这活佛转世的好朋友都知道 这格鲁派的教主实际上啊 是甘丹尺八 是这甘丹寺的法座 可是管用吗 不管用 惹定吗 这大侧灵敦多不啊 他本来就是冲着拿下整个藏区来的 这会儿当然谁劝也不灵 因为眼看就要得手了 拉藏韩一死啊 他真正控制了整个藏区 也就是说这会儿这藏区啊 已然不是和说特韩国了 已然是准盖尔韩国的地盘了 这帮准盖尔兵啊 不用装了 强抢豪夺 不说呀 竟然跑进三大寺 把这喇嘛的金法器都抢走了 那对人民呢 就更不用说了 大规模的屠杀搞了好几回 就在乱军当中 这拉藏韩的长子 盖尔丹丹中 也遭到了杀害 最为有意思的 就是他的媳妇 伯托克罗克 这会儿啊 已然有身孕了 这帮子准盖尔骑兵知道 这伯托克罗克可杀不得 因为啊 这伯托克罗克士 他们大喊 策望阿拉布坦的闺女 只有把这位公主 又送回了伊犁 那么说这个公主 不是已经怀孕了吗 哎 这策望阿拉布坦呢 还真拉得下来 把这已经有肚子的闺女啊 就嫁给了 灰特布的一位胎姐 后来就生下了一个儿子 那自然了 这儿子呀 是人家拉藏韩的孙子 盖尔丹丹中的姨父子 说起这个姨父子 那是大大的有名 这就是后来啊 让乾隆皇帝寝食难安 咱们实权武功 争准战争那套书里边啊 大说特殊的阿木尔撒纳 那么说拉藏韩那位私生子 他册封的那位六世达赖 阿望依稀加措 那现在又是什么下场呢 必定这准个二人呢 是打着要把他废除 迎接六世达赖的 转世灵童进藏的旗号来的 哎 这位达赖呀 虽然没被弄死 但是失去了人身自由 被囚禁于耀王山 那这会儿的大清朝 康熙皇帝是怎么想的 康熙皇帝呀 倒不在乎他们魏葬地区呀 和这个青海地区有多乱 到时候呢 一切都安顿下来呀 无非就是能招府啊 再招府 不能招府呢 再出兵收府 这皇上最着急的 最害怕的是啊 怕这准个二人一鼓作气 向东南掩杀 把这康区也占了 哎 就是现在四川的康藏地区 只要有这条入藏的大道在呀 无论谁占了西藏 这皇上都可以安心 那现在呢 哎 这皇上再不想打仗啊 也没辙了 看样子 为了保住康藏 只能是趋准保藏了 可是啊 这皇上没想到 派进去的第一支军队 就因为轻敌冒进 中了大侧灵的埋伏 活活五千将士 就饿死在青藏高原 华尔文听此事之后 我龙烟大怒 看样子不动点 真格的事不行了 派谁领兵进藏啊 哎 去收复师弟 都不放心 最后只能在自己的皇子当中 选定一人 这才有亲命 抚远大将军王武 硬提要挂帅出征 这大清朝才要第三次册封 六事杂赖 看 Werner 你大军良 就等下来 快这并 Saints 快这 Oba company 多词 都ιiş传道 听 才会 какое 我们 谢谢大家